还是要有那种画图的感觉 这个地方,第一个就是画出一个圆 再来里面有内阶,内阶一个多边,三边 三边之后,这边有弧 其实就是用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其实就是这个圆的中间这一点 中心点,然后一二三,三点 那再做什么 环形阵列就好了,或者旋转有时候比较麻烦 那环形阵列之后后面还有一个 所以后面还有一个怎么样呢?你就把这个做出来之后做什么? 镜色也可以,或者是做旋转加复制也可以 旋转加复制,复制之后旋转几度呢? 180也可以,所以两种方式都可以 其实除了这之外还可以什么? 旋转 大概这两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怎么做 接下来的话,第一个,我想这个地方,我快速把这个图画一下 第一个就是它的半径,35,35Enter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多边形,点一下,然后数量三边,所以3Enter 接下来的话,然后中心点,点一下这个圆的中心点,然后呢 内接,所以逆接的地方点一下,再来的话,往上面,点到上面这个四分点,点一下 接下来的话,再用画弧的方法 弧里面有个三点 第一点在这里,第二点在这里,第三点 OK,点一下 然后再利用什么呢?利用环形阵列 选这个物件一下 空白键一下,然后基准点的话,我们一样在这个终点点一下 然后它的数量 三个,三个Enter 那一样是360Enter OK 画出来之后的话呢,我们最后按一个Enter 再把这个做什么? 镜色 我们顺便 把刚刚的部分也 镜色 然后选物件,记得喔 用那个虚线的方式,把里面的部分全部选取起来 空白键,选到了 再来的话呢,以这个圆的中心点 或者这个的焦点,可以啦,焦点其实也是 这一个 也是终点,重叠的 OK,那把它拉一个水平 点一下 空白键一下 这样就可以 但是呢,有多余的线段 多余的线段部分的话呢,就是 呃,各位可以看一下哪些是多余的呢 这边,里面这一条线到这一条线 所以呢,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